回到新闻现场政治话题来关心为了备战2022县市首长的选举 国民党这个月起举办全台党庆活动 要巡回22个县市举办159场干部训练 此外党内也启动了民调作业 上周完成了中章云头四县市的执政满意度 还有预测选情 普遍被认为包含了有连任危机在内的云林县 四个县市的执政满意度都超过六成 对此党主席蒋启成表示 代表执政的县市首长都很认真 让民众有感希望能继续保持 国民党争取重返执政 两年后的县市长选战是关键其中考 为了超前部署 蓝营在9月全代会后启动各县市选情调查 首颇民调已经完成台中彰化南投 甚至被认为有连任危机的云林 执政满意度都超过了六成 让蓝军信心打增 跟去年相较起来满意度都是上升的 那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趋势能够继续保持跟维持 如何做到有感施政 我们会跟地方的执政县市首长 共同来合作 以全民的想法为一规 大家好好努力 携手合作 想被战202 布局上得看到曙光 原则上国民党县市长提名 已现任优先 而南投谁接棒 神力女超人许舒华 还有马文君都有实力 至于非兰营执政县市的桃园 现任议长邱一胜强力表态 吴志阳 鲁明哲也被点名 党内甚至拱江启臣亲自出征 江启臣还暧昧的说 要的话再去拜码头 任何有意愿的人 第一个不但要早一点表态 要能够深耕基层 了解民意 最受关注的台北市 蒋万安罗志强积极布局 出身基隆政治世家的谢国良 也有强势回归的意味 一人许孝顺更多次放话 要选基隆 国良市最了解基隆 也对基隆未来的愿景 有很多的想法跟破坏 国民党接下来党庆活动 巡回22县市 启动159场干部训练 备战2022 希望能文扎文打 记者 中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